國際的焦點 當然還是要為俄羅斯的恐攻事件 希望傷害降到最小最小最好 來看到俄羅斯因為發生了恐攻 現在你看到130多人死亡 182個人受傷 四名嫌犯正式被逮捕了 證實說他是塔吉克的移工 但是罪名成立的話 要面臨終身監禁 其實俄羅斯現在沒有死刑 所以是終身監禁 然後很多地方都舉辦的 吊念的活動 另外俄羅斯也感謝中國大陸 很多民眾到這邊 進行相關的悼念 說謝謝中國人民的支持 那普丁最近也是含淚 替遇難這些民眾 來點蠟燭致哀 然後他提到一個重點 說這些嫌疑犯逃往了 烏克蘭這個方向 有人為他們準備逃離國境的窗口 但是美國就不斷的稱說 這跟他們還有烏克蘭 是沒有關係的 然後俄羅斯的發言人就說 其實烏克蘭的這個事情 美國替烏克蘭的任何辯解 都會被視為是犯罪的證據 但是澤倫斯就說你不要把這個錯都推責給別人 對 因為你說塔吉克移工 坦白說我叫你全副武裝到一個地方 然後殺死了137個人 這不是普通人可以做的吧 而且那個錢也不多 就只有100萬盧布 8萬人民幣 我就是美金大概 他只付一半先做 先一半 幾千款 幾千款就5000美金 對啊 5000美金 這個 真的不多 太少了啦 然後殺那麼多人 而且我跟你講你還說他是IS 對不起 IS會是塔吉克移工嗎 對 那你再去想IS有拿錢辦事的嗎 你有看過嗎 怪怪的 真的是 IS坦白說他最近 好啦我們假設那個蘇萊曼尼那個紀念會 那個假設也是他幹的啦 那他們通常都是第一個為了政治報酬嘛 或者是為了這個做交易 比如說扣押人質然後要換什麼嘛 對 有政治的目的 對那一定會講他的政治訴求嘛 那通常就會有一個預錄的影片嘛 對 這次都沒看到 這次沒看到 這次只看到說我們是我們不幹的 就這樣子 是啊 然後 或者多多少少會穿黑色的衣服嘛 對這是他們的象徵 就是我們都沒有看到 也沒有看到伊斯蘭的旗啦 象徵物啦 然後政治訴求啦 等等都沒有看到 那就 可是坦白講這是充滿疑點 對 也包括那個音樂廳為什麼安保的措施這麼鬆懈 對這也是要檢討 這個 俄羅斯大意到讓人無法理解啦 那 這個移工 真的要逃走 因為從莫斯科到烏克蘭還蠻遠的 對為什麼要去往烏克蘭走 也是怪怪 照理講應該是先躲藏吧 對 對不對 對在俄羅斯境內偏於荒郊野外先躲一下嘛 這個 這個當然會讓人家產生很多聯想啦 就是說他 是不是還有另外的勢力要幫他安排安全屋啦 或者是逃脫了這個出境的方式啦等等 總之這個都不重要啦 因為真相不會那麼快知道 其實我們很多在俄烏局勢當中 我們會發現說一開始這麼說這麼說到最後都翻盤了 對 比如說克里米亞大橋這件事情 一開始我們說是不是烏克蘭幹的啊等等 美國一開始也沒有說 對 後來方案就是美國指控說是烏克蘭幹的 這軍情單位 對 那北溪也是啊 北溪 現在還不知道是誰幹的 對啊就是這樣 但大家都知道可能是誰幹的 所以我就是說 所以這種事情最重要 倒不是真相 因為才兩三天你不會知道真相 不會知道 最重要的是俄羅斯如何認知啊 他怎麼看待這件事 因為這個會 影響到他未來的行動 俄烏 俄烏 那俄羅斯顯然 這個 我認為FSB啦 還有包括他的發言人像 Zaharova 對 就直接擺明就烏克蘭幹的 對 就烏克蘭的背後 因為這個邏輯上 這個只有兩種邏輯嘛 第一個就是我要 錯 我要中錯你普京勝選的那個自信的氛圍 八十幾%高票 對他就是要讓你 錯一錯你的士氣啦 那另外一種邏輯就相反了 就是 俄羅斯要找藉口 來攻打烏克蘭 可是以普京 87%當選連任 需要這個嗎 這個就是說 人家是挺你這麼做 就是打這個戰爭 對啊 所以你需要 不需要這樣子 自導自演一個東西來說 我更有 理由去打烏克蘭 我認為 而且這傷害民眾 這個 這個我認為難以想像 難以想像 普京有需要這樣做啦 所以 除非說他 國內很動盪 有更激進的一個派系 那就要導致一個更激烈 激烈化的一個做法 可是 普京對於軍方的控制我認為也還好啊 對啊 以前還有瓦格納嘛對不對 那即使是瓦格納 他也瞬間就消融 那個危機嘛 所以我就覺得很奇怪啦 就是說 這個真的人家 會比較自然會理解為就是 你是要挫敗 這個普京 這個慎選的這個氛圍 對 因為你如果推到IS 然後現在又推到塔吉克的移工 這兩個真的都不起來 連不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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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而且 就是美國為什麼在第一時間 就如此篤定說 這個不是烏克蘭幹的 對啊第一時間就說不是我們 也不是烏克蘭 然後我說我3月7號就告訴你請資 坦白講那個 他過去也曾經做過類似的聲明 就是說什麼事不是他幹的 之類的 但後來 那後來都有一些變化 對 不過我認為 大部分的俄羅斯人就是認為 大概不是美國就烏克蘭幹的 對 這個是一個很大的觀點 是說因為我們知道 這短期間不會有答案 但是你俄羅斯怎麼想 這攸關俄務的局勢嘛 那普丁可能會更加 因為亮哥不斷地提醒說 普丁會更加出重手 因為他的民心 因為國情就是這樣子嘛 好我們現在看到 現在俄羅斯現在呢 他們發言人說 我們俄羅斯處於戰爭的狀態 這個戰爭這個詞呢 是第一次被說出來 但我們都知道 可能早就已經在戰爭狀態 然後呢現在俄羅斯也開始呢 在發展 很強大的這個爆破的炸彈 譬如說這個最新的是 重達三噸的航空 爆破的炸彈 FA3000開始大量生產 然後呢之前呢是500 這個說我們的產量也倍增 然後1500的說 我們產量也倍增 現在開始是產的是3000的 FAB3000開始量產 他是殺傷性很強的 然後呢他其實 重量這個炸彈的重量 1400公斤 從1.6萬公尺高空空投 飛行速度 時速可以來到了1200公里 然後他爆炸的時候 35公尺內的建築都會被摧毀 然後呢有一個退軍的上校就說 這個其實是烏軍步兵的夢魘 如果你說1500是魔鬼的話 那麼3000這個等級 就是烏軍的末日了 這個35公尺內等於就是 沒有什麼 就是毫無生還 對啊 其實是蠻厲害的 主要就看他丟哪裡啦 對 他如果是要丟公用設施 我認為俄羅斯接下來的打法 大概有兩種 一種就是打公用設施 比如說哈爾克夫 現在有20萬人陷入 沒有電可用的狀態 對 他就是要造成民怨 要讓烏克蘭人認為 這個戰爭打不下去 那要哲倫斯基就是 民眾的抱怨跟壓力就會投射到 哲倫斯基身上 這是一種打法 那第二種打法是 他就擴張要建立軍事緩衝區 最可能的就是打兩個位置 一個就是哈爾克夫方向 希望為俄烏邊境建立緩衝區 讓你打不過來 那第二個就是奧德薩方向 就是一個北一個南 對然後讓你打不到我的黑海艦隊 這兩個都有可能 而且 我認為這個緩衝區不會很小 就說不是那種10公里的緩衝區 OK 那可能會拉大 因為烏克蘭蠻大的 說實在 那當然更廣義就是 他會不會有意要把德烈薄河當作 天然屏障 這個天然屏障 這個就很麻煩了 我先讓大家看一下蒂內薄河 蒂內薄河就是把 烏克蘭 劃分為烏東跟烏西 但是一個天然的屏障 整個貫穿貫 亮哥說 如果這樣子變成天然屏障 那他要佔點東西可多的 對啊 哈爾克夫那地方就非打不可 而且我跟你講我剛才聽 呂里斯艦長跟我講 說蒂內薄河是可以航行軍艦的 難怪現在他們要成立內核部隊 對 所以就是說 為什麼要打奧德薩 因為不打奧德薩 那他這個不能進去 是 你知道蒂內薄河的終點是哪裡嗎 哪裡 就是基輔 那就是核心 是啊 就是說我如果 打奧德薩 我就可以讓我的那個 你覺得內核部隊 就開始開進去 這裡再給他看一下 譬如說南部這邊 他就可以從這邊進去裡面 對 亮哥說他的中心就是在基輔 是啊 就這樣由南往北打過去 是啊 就是這樣 厲害 就他就不是只有陸軍 還有軍艦 有海軍 那到時候也會 讓空軍在上面做護衛 是啊 一定要 那就往上打 就 打到基輔 整個往右邊一切 就是他要的地方 就是地內薄河以東 對啊 因為船 比較可以運更多人 OK 所以 不知道啦 我怎麼講我沒 不知道他會怎麼打 可是就是說 我們大概把那個戰略區都 講出來了 就是最糟的狀況都講清楚了 對 那 我認為俄羅斯不可能 承受說 我兩個海軍艦隊都不能用 對 因為目前他的波羅地亞艦隊 就受困在芬蘭灣 是 這個他吞不下去的啦 因為 昨天發生一件事 說他有那個導彈去打到烏西的 Levay 對 Levay 對 那經過波蘭的領空 那請問這個飛彈從哪裡打 嗯 我看是從波羅地亞艦隊那邊打過來的 不然怎麼會穿過波蘭 因為位子比較可能 對啊 不然怎麼會穿過波蘭 對不對 不然就是卡里林格勒打的 飛地 對不對 那 另外一個就是黑海艦隊現在困著 對 因為 這個烏克蘭最近去打了 我認為俄羅斯不可能容許這種現象 比如說他的三個艦隊 只剩下太平洋艦隊 太平洋艦隊可以用 是 海森薇這一邊 不可能 他絕對不會這樣想 因為他 基本上還是定位自己是歐洲國家 是 所以黑海艦隊他是一定要用的 對 而且這一次就因為黑海艦隊被困住了 他不能透過土耳其進來地中海 結果導致 加沙 那個 東地中海 只有美軍控制 是 如果照他以前的地盤 他是可以過來的 所以我的意思說 以俄羅斯這種帝國的 思考方式 他是 絕對不可能容許 黑海艦隊被困住的 對 所以亮哥是不是也有一個觀點說 你現在 烏克蘭去打這個黑海艦隊 就算你打了兩艘他的艦艇 但是是非常不治的 我坦白說 我認為 普京早就這樣想 我覺得他們會琢磨 重新去攻擊 蛇島 OK 因為蛇島就 困手在 就剛好控制住那個 奧德薩港的出口 那 事實上烏克蘭的糧食 有11%是經過奧德薩出港 那未來我的意思是說 你如果把蛇島打下來 他就可以管制 烏克蘭的進出了 就是說你的船要進或出 可能要 我同意 對 這個就很麻煩 真的很麻煩 烏克蘭真的就被掐死 內陸國 他就變成內陸國 真的是變成這樣 就是 你就由不得你了 這個有點是一個穴道 被他掐住了 就是點穴啦 對 那我認為俄羅斯會用很大的力量去打射道 因為上次沒有打下來 是 那是短暫佔領之後又被躲過去 對對對 因為烏克蘭還發了郵票 你記不記得 所以 總之 做個結論 就是 歐洲戰爭可能從此進入2.0版 2.0的 這個2.0版就是 對公用設施的 攻擊會更激烈 然後對於 我們剛剛講的 哈爾克夫方向 奧德沙方向的 軍事緩衝區也會更激烈 然後他的 零河部隊也會開始進入 德烈伯河 然後一路往 基辅 基辅方向 這真的是 好幾個路 現在 那真的是 三路 夾擊 是啊 那另外還有一個 2.0是 中俄的關係也會進入 深化的2.0 因為亮哥在直播當中 也是不但提醒說 中俄現在看起來 超級背靠背 而且呢 是美國促成的嘛 那尤其是來看到是說 現在呢 普丁會不會來訪問 中國大陸呢 因為他勝選完之後 就有一個聯邦 這個中央委員會的主委問說 哎呀你首次的出訪 會不會是東方呢 而不是西方吧 中國領導人也期待 您的訪問 結果他很正面的回答說 我會認真的考慮 您說的話 不開玩笑 我覺得 他勝選的 第一訪問對象 本來就是中國 對啊 因為坦白講他 他這個時候 面對北約那麼大的壓力 他需要穩住嘛 所以他需要抱住一個 比較大的柱子 這個超大柱子 是啊 而且我坦白了 我事實上也看了一下 他勝選的演講 他也提到 因為他任期有六年嘛 2030之前 他要發展的是科技創新 他要建立科學園區啦 設立科學的 院校啦 那請問誰能幫忙 當然是中國大陸 是啊 就是嘛 是啊 因為他也 他也公為了大陸啦 說 中國大陸現在也在做 科技的轉型 那他希望俄羅斯能夠跟進嘛 跟上腳步 是啊 那這個部分 如果中俄真的是 上不封頂的 不分領域的合作 其實這個綜合效果是蠻驚人的 很驚人的 因為俄羅斯還是有領先大陸的部分 對啦 軍事也有啊 太空啊 太空 然後 軍事有一些項目大家都知道嘛 比如說戰略核動力潛艇 對 那 這個比如說這個 戰略轟架機也蠻強的 是啊 然後他的長城預警雷達 對對對 那 這個 俄羅斯也有求於中國啦 因為他的 造船艦啊 都在 都在 烏克蘭那邊嘛 所以他當然是希望 中國能夠賣作戰艦給他嘛 嗯 雙方我認為合作的項目實在太多了 對 就是 然後這個 民生用品也是嘛 這個我們也都講過 那 所以 俄羅斯也講到 普丁就講了嘛 說他們 到了2023年 整個的貿易額就已經衝破2000億嘛 對沒錯 所以他真的沒有什麼選擇 所以他大概 上個禮拜他宣布了一件事嘛 就是 俄羅斯的央行 人民幣的持有要增加 1.5倍 那表示他 將會使用大量的人民幣 對 那就是 意味著要跟中國交易 是 就是這樣 因為有些事情不一定能夠以物一物啦 對啦 那用人民幣當然還是有更大的自由度 對 所以我認為他 看這個慎學演說 不是那個慎學演說 是蠻明顯的 就是 第一個 對西方的 徹底失望 對 那第二個就是 對中國 我認為會 至少會有六年的一面倒 長期我不敢講 因為大國與大國關係 最終還是會有自己的獨立自主的部分 可是未來六年 不會變 我認為普京真的沒有選擇 是 對 那這也是美國 極限施壓的狀態之下 第一個你俄屋局勢 本來想說可以打倒 俄羅斯 但是俄羅斯現在 明星 普丁 順選 連任 然後他的軍工產業發展也好 你看 開始在大量製造 這個 炸彈等等 他軍工產業也起來了 然後經濟也沒被你打倒 因為 不只你不要怪中國大陸 印度也大買特買 就便宜 為什麼 為什麼要抵制呢 抵制美國的也只有40多個 跟美國一直抵制俄羅斯也只有40多個國家 也不是全世界的主流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來呢 中俄現在超級被靠背 還真的是要謝謝美國 關懷請亮哥繼續分析 我們說最近呢 習近平主席真的展開了 亮哥說 實質外交 那也是呢 展現了他的一個大國 該有的樣子 而且呢好多人都 訪問 中國大陸 要去訪問 然後尤其來看到是520的時候 我們都知道台灣這邊賴清德 將就職 那馬英九辦公室還宣布說 4月1號呢 要去出訪中國大陸 展開11天的兩岸交流之旅 好大家都知道說呢 其實民進黨執政了8年 結果造成兩岸關係非常的緊張 馬英九這一次行程 希望能夠跟大陸國家主席 習近平 來進行碰面 藉由呢 第二次的馬習會 化解兩岸的敵意 習主席呢 進入第三任期之後 還沒有跟任何台灣的人士 有見過面嘛 馬英九基金會的執行長 蕭旭成就說呢 馬英九呢在跟習主席2015年 在新加坡會面之後 已經過了9年耶 那希望能夠呢 再跟老朋友來見面 希望呢 也當然要尊重中國大陸的安排 我們知道還有誰要去 亮哥也要去北京 亮哥 不同時間 亮哥怎麼看那個馬習二會 我聽說是有安排啦 對啊 不然坦白說他這個再次去 那跟上次也差不多啊 黃帝林也不是什麼 特殊啦 因為連戰也去過嘛 對不對 所以大家當然是關注的是 他會不會見到習近平 或者是 王滬寧啊 之類的 那他當然 禮貌上一定要講客槌主片 對啦 因為習近平比他還忙啊 對不對 很多人要去見 是啊 因為 這個 你知道那個外交行程有多少 真的好多 各國的首長啊 什麼的 我覺得是這樣啦 就是馬英九 當然就是對兩岸有憂慮嘛 然後他大概也判斷 賴清德520不容易過關 沒錯 那我覺得他就應該要把他的想法 完整的表達啦 就是 能做什麼 就是說我們 不支持賴清德 我們能做什麼 就是 賴清德有受到民進黨內部的 各種派系困住了嘛 你可以看得出來 今天李文中都出來講話了 李文中也是我的老朋友啦 就是退府會副主委 他就說希望 不要再給人家感覺你逢中必返 因為民進黨現在就這樣啊 這個feel太強烈了 然後他說 他是跟 馬永成去見丁渝州 將軍 然後他就 轉述了 丁渝州的看法 他說他完全支持啦 兩岸同文同種 同根同源啦 這丁渝州將軍講的 那有必要搞成這樣嗎 沒有必要啊 我覺得最重要的是 你千萬不要讓大陸 認為和平統一無望 對 然後 台灣人認同跟中國人認同對立 你這樣就沒解了啦 沒解 講白了啦 事實上我們看政大 血緣中心的民調 現在台灣是這樣啦 就是 認為自己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還有32 那認為自己是中國人還有2.4 所以加一加大概有35 說實在 那如果連這樣的一個 廣義的對中國人認同的一種 接受 你都要把它砍斷 那真的就沒解了 沒解 真的是沒解了 我想 了解兩岸的人很了解 這個 賴清德現在你還碰到金門漁船這種事 所以我覺得 我覺得馬英九 馬英九就不要去想這個賴清德怎麼解了 你可以去講你希望能夠做的 希望能夠做什麼 那因為 習近平也在談這個 敏台 這個融合發展示範區 那馬英九也可以提供他的看法 就是如何 去提升兩岸交流的正能量 坦白講我認為 這個 北京的高層裡面 最 希望和平統一的大概就是習近平 是真的他是最搭合同 而且他是最了解台灣的啦 因為他之前待過 他在福建待過那麼久 對不對 所以 你真的如果沒有把握這個機會真的是 到了未來這個時間拖久了你說換了新的領導人 如果是鷹派的話 坦白講 我們也不要講鷹派啦 就是 他們跟台灣是沒有 情感的淵源 對 不管你誰啦 來接啦 就是沒有情感的淵源 那 你可以看到兩岸的國力的差距 均勿的差距 都是越來越大 我不知道你的底氣在哪裡 所以這種事情就是 能夠盡早化解就要盡早處理 沒錯 亮哥講的剛才那一段 真的是一個兩岸當中 希望最好的走向 是不要敵意 不斷的上升 大家能夠交流合作 當然是比較好 同文同種嘛 有必要搞成這樣嘛 亮哥我知道他也要去那個北京了 那今天是呢 這個禮拜我們那個節目還沒停了 也還明天才去 好開心喔 亮哥你要去北京幹嘛 沒有啦因為我在頭條開 那個節目嘛 那我本來就對字節跳動這家公司 相當的敬佩了 所以我就說我想參訪他們的整個公司的園區 字節跳動喔 字節跳動很酷 頭條跟抖音 對啊 當然也有海外的TikTok 那你要去看啊 那個美國都說什麼 你在監控啊什麼的啊 你要幫我們看一下 監控啊 我跟你講喔 我們就講到那個蓋拉格 對 蓋拉格 那不是辭職了嗎 蓋拉格要去 那家公司叫 在科羅拉多州 對 就是美國最大的數據監控公司 那不是很諷刺 是啊 他要去的新公司在監控別人 就是他可以 你不可以 對 就這意思 而且抖音其實呢 他的TikTok 他其實在運算過程當中 他其實沒有說什麼 要什麼監控 其實坦白說啦 我本來就在學校 要交網路行銷 所以我本來就對 抖音很有興趣啦 OK 所以 我是稍微了解 他的運作機制 所以 你不是也有開帳喔 就是去參訪一下 我這個 覺得很神奇的一家公司 他才七年然後變成全世界這麼棒 這是張一平 張一平真的是天才 這是他的創辦人 其實台灣 一些比較偉大的公司 我也去過 台積電 聯發科 我都去過 我們習慣 走訪 第一線的公司 事實上我也去過騰訊 我早年去過騰訊 所以 其實對我敬佩的公司 我是很想去看一看 以後如果有機會去廣東 我當然想去看華為 當然是這樣 其實我也想去華為 是啊 華為 我要去申請去看華為 相當了不起的公司 我 我是沒有時間去別的城市 你都在北京 因為我只有 四天的時間 因為有一些朋友 我真的很久沒去北京 大概 大概有六七年 所以我有一些朋友 就覺得 你很久沒來 所以他們要從南部 飛上來看我 都在北京見 你一天等一下吃六餐 因為太多人要給你吃 可能也要包括早餐 早餐也要吃晚餐 事實上倩姐 幫我介紹一家 聽說是北京做的 非常成功的 韓國烤肉餐廳 我 太是你的粉絲就對了 我沒有時間去 我是倩姐跟 張大哥的好朋友 然後他也說 很想認識認識 可是我真的沒有時間去 擠不出時間 就有很多 那有一些朋友就說 不然我來飯店跟你見個面 OK OK 我北京也有一些台灣的朋友 我們就在那邊湊時間 那只好 比如說 還沒吃中飯前 請他早上十點來 之類的 所以主要真的是在見朋友 OK 主要 太久沒去北京了 對 太久沒去了 還有抖音未想聽 我其實北京我每次去都是公務去的 對啦 奧運 奧運2008 我去參加開幕式 因為我是中華澳會的常委 也是羽毛球的理事長 我那次去了11天 我在練耶魯大學的時候 我們組了一個耶魯大學兩岸協會 大陸也有 我們這邊也有 那就參訪了北京跟台北 那個是 大概是1999幾年的事了 很早了 OK 那還有一次是 就是貴公司啊 中天跟央視合辦那個 兩岸青年 智慧大賽 那小弟 你有去喔 是中天的 評審 中天請我當評審 那我跟吳怡傑 那個時候 吳怡傑去 央視 然後跟魯健 就主持那個節目 兩岸青年智慧大賽 那台灣也是派出大學生 大陸那邊也是 那我是代表台灣的評審 OK 所以其實我去 北京都是公事啦 OK 所以 不過真的很久沒去了啦 是 很久沒去了 那講得到 我也好想再去北京 要吃烤鴨 我聽說最近六七年變化蠻大 很大很大 因為我有一些朋友跟我講說 你絕對認不出來 OK 好期待 亮哥滿滿的行程 太陽星全校 克肺有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 是睡眠品質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 讓我整個人工作更專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 克肺有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 克肺有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 和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 消化到機能 正常運作 還擁有多種 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 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肺有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 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從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要使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 克肺有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 沒負擔 每日克肺有時刻美好 F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 有何外的折扣 身體健康 身體健康 父 surviving 拓了 感谢观看